海淘法师 红发型 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难光的灿烂 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游乐伴一起跳 才能返回出力量 见到你笑 未安的天空变得清廊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难光的灿烂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如来未渺色断言 一切时间无有灯 光明无量朝时方 日月火逐渐你遥 世尊能燕影生 有情歌歌随雷尖 又能显一秒色深 普世众生随雷尖 我们佛教特别大乘佛教 做任何修行 有三个重点 我们也叫三书圣 书圣 所以念下来 前行发心 正行空性 结行回向 永远各位记住就好了 这样你就会圆满 你要念阿弥陀佛 你要念立章经 你要拜佛 你要共登 一开始 一定要升起一个大悲心 叫前行 所以 特别我们现在来到老人院 那你要想的 愿全天下的老人 都得到照顾 健康 因为昨天的日本报纸 没有 法国的 法国的报纸 就登了一个消息 各位应该有看过了 有一个老人 孤独死了 死一年 没人知道 房东 因为他每个月都准时 银行转账 所以 他后来就看 居然他已经变成木乃伊了 现在这个叫孤独死 因为独居老人太多 那 日本新闻也说了 在日本平均每年 有四万个老人 叫孤独死 所以现在又有一个行业 就专门在清理 这些孤独死的房子 做了很多的描述 但是无论如何 有福报的老人 或者贫穷的老人 对他们来讲 苦 真的苦 因为 佛陀讲的 生老病死苦 那我这样说的意思是 我很希望各位养成一个习惯 每天思维一下 众生的苦 那你从报纸上 看到一个苦 那你要想到所有的苦 所以各位你要去想 地震 水灾 火灾 台风 所以为什么每天我们要祈求 风调雨顺 这叫地水火风一变化 然后呢 灾难就来了 然后灾难就来了 痛苦就来了 所以所谓前行大悲心 就是说 现在我们要做甘露事实 虽然是一个简单的行为 但是呢 这个功德力太大了 这个功德力 我们要平等 慈悲的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说 有啊 升起慈悲心 问题 他内心没有感动 什么叫慈悲心呢 你的妈妈正在生病 你心里很痛 那个叫悲心 悲心必须有 有一个真实的感受 就像我们看到 儿子感冒 妈妈生病 你马上心里就有一个 一个担心 怎么办 怎么办 那这个一定要修 我发现现在 如果你没有修啊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当一个人看到别人做错事 心里就是恨 而不是悲心 这次举主 修行 如果看到别人对不起你 你生起的就是一个生气 你根本不爱他 所以我想 妈妈看到儿子做错 虽然念一下 但她心里更爱他 疼惜他 她这个骂是一种爱 她不是一种恨 但是夫妻这种东西 好像是恨 最好离婚 告你 然后你说 你是爱他吗 没有 所以我讲的这个就是说 虽然我们大家在念 欧妈里边面后 欧妈里边面后 然后离婚的时候 告得要死 然后你说 你念欧妈里边面后 念了几万遍 对你来讲都没意义 为什么 你没有用慈悲心来修 你只是在想要得到一个功德 或者说念这个有什么加持 还是自私的 所以这一段我讲了比较久 我也认为是我个人修行的重点 所以我每天都会看报纸 这是我师父要求我做的 然后对报纸上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那一天我看到一个报导 有一个移民 就是偷偷跑到美国了 移民 后来被虐待死掉 小小的新闻 你们可能也不知道 但是我在想 这个美国这个境内 除了原住民以外 同时移民 在这移民的过程 很苦的 很苦的 所以 甚至早期的非洲移民 现在的中东移民 墨西哥移民 甚至我以前还听到说 我们华人 包括台湾 大陆很多叫跳鸡 跳鸡 那也是移民 但是这些移民 在这边受苦的过程 被凌冽死亡 甚至后来穷死病死 很可怜的 所以我就写了一张牌位 美国境内 所有从原住民开始写 原住民 早期移民 非洲人 印度人 越南人 韩国人 华人 欧洲人 把各种移民 在美国境内 自古以来 所有各种因缘 死亡 受苦 我也超肚子 因为我是没有这样写 因为这是对我是一个悲心 写完以后 我花了一百块美金 做了三十二种功德给他们 我不是炫耀我有钱 我只是告诉各位 写很会写 从来不出钱 这个也是一种力量不够 悲心必须有行动 所以各位 你再写一张牌位 我发现很多人 免费 写一叠 放在那边 你最好写一张 放一块美金 你帮他做功德 帮他投在功德箱 帮他去点腾 就代表对他的一种爱 不是 写了很多牌位 反正免费 多协议 所以在这一点 我是比喻我自己 强迫慈悲 我强迫我自己 我每一张至少 大份的要 五百块美金 这个灾难大的 一百块美金 灾难小的 至少二十块美金 我都要一直帮他做 所以 因为我刚刚讲 因为你不这样做 你心里不会痛 知道吗 一个小孩子 你爱他 你就要买点东西给他 一个女人 你爱他 你要买点礼物给他 一个男人 你爱他 你会买一件外衣给他 不然哪有爱 一个人 你喜欢他 你会煮一点好吃的给他 对不对 不然没有爱 所以我想 我们修大乘佛教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但是呢 慈悲心最大的敌人 就是称恨 但是当你内心 不喜欢某一件事物 你就排斥他 脸就变了 脸就变了 那个脸色有过难看 那代表很可怕 所以那我们为什么 要修这个悲心 就是因为我们怕 我们有这种排斥的心态 有一句话是 佛陀永远不会恨 一个做坏事的人 佛陀对所有做坏事的人 是更爱他 更关心他 这一点一定要抓住 不然的话 你念在多的咒 修在多的仪轨 你这个前行不圆满 这个仪轨 变得没意义 因为动机不对 而且这么大的悲心 这么认真在修 一点都不为自己叫 结形回向 所有功德回向 法界众生 同享功德 最后成佛 所以再念下来 前行发悲心 正行空性 结形回向 这个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空性是 就是很苦 就像各位跪在那边 念八十八佛 很痛的 跪在那边 念三昧水灿 平均要跪四个钟头 但是这个跪很痛的 但是痛的时候 你能够安住 专心的在念诵 这个叫空性 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 空性是放下自我的痛 就像各位打坐 打坐脚很酸很痛 打个一个钟头 你就快发疯了 但是你要安住空性 我一开始打坐 是为了众生 希望不要生病 希望他们发财 每天都要为这个世界 做这个事情 这个世界上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我们要对它 升起一个 一个悲心的感受 一种承担的愿力 所以我们叫 皈依发心 我们要皈依三宝 依止三宝发起 大悲心 菩提心 这个叫前行 那你有这个前行 你开始念大悲哲 地上经阿弥陀佛 很认真地把它念完 所以念完以后 无分别的 大慈大悲的 又再一次的回向 给法界众生 当然你回向完以后 你也可以再一次 回向给你的妈妈 往生着 但是你为什么要念这个经 我现在做个比喻 因为今天是要 消灾八度 讲是我的妈妈 现在正在生病 那你要把对妈妈这种 执着的爱 变成一种前行 大悲心 就是说 因为我妈妈在生病 所以愿所有老人的病 我来想办法 愿他身上的缘弃在座 我来超度 那妈妈会病 我想这个世间 所有六道众生 都会生老病死 所以然后就把这个悲心 扩大扩大到无量无边 各位这一定要练习 如果你不练习 你会觉得说好像我在修行 但是我还是有贪心 还是会生气 因为你一直没有去 修行你的心态 如果你没有去修行你的心态 你没有用真正的悲心去念咒语 去读经典去念佛 他得到的力量就很小 所以经典说 不管你造了多大的恶业 这辈子杀死几千人 一发起大悲菩提心 所有业障通通消除 消业最快的 因为这个悲心 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我想妈妈对我们的爱 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 妈妈甚至可以割掉他的大腿 来补我们脸上被烧的那一块 美得你不漂亮 因为做父母是早就有这个准备的 他不会斤斤计较 所以我刚刚讲到 虽然讲慈悲心各位要布施 但是布施要布施到心痛 要心痛 就是当然你修行 本来你就会挣扎 但是你不可能 当然所谓的空性 你要是二十小时都安住在 所谓空性无分别 你会把所有财产包括 把房子卖了 赶快帮我拿去 这个叫空性 佛陀呢 是把生命都给了 他不会说 我现在才二十岁 现在死了 还不来 等我八十岁再来捐器官 他没这么说 因为他是一种当下 因为慈悲才是他的生命 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 我们虽然讲大背心很容易 但是你真的要去挣扎 这个人对我这么不好 这个人背后毁谤我 这个人前面跟我笑 后面在杀我 你都知道 但是你不能写在脸上 你甚至要把这种心完全的断除掉 不然呢 我们说我们在修慈悲是骗人 因为我在全世界都主慈悲协会 慈悲心是心灵戒律 但是你不能放在心里面 要表露在外在的行为 因为透过这个行为 你才会真实去布施 真实去持戒 如果你布施不含悲心 如果你守戒律没有悲心 会伤害你 布施会变成一种骄傲 然后持戒会变成一种杀害对方 就是说看对方的错 所以在经典里面这个叫慧 念一下慧思 慧戒 也就是说 你所做的布施词戒人入 要跟空性智慧 悲心相应 那才有用 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前行 所以我想各位写牌位 边写的时候最好滴眼泪 现在有人打电话给你说 你妈妈车祸死掉了 你要赶快 我要帮她写牌位 然后你想到妈妈对你的好 你就一直掉眼泪了 但是你一定要帮她写 那修行就是说 不退出心成佛有余 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心拉回来 这个叫修行 而不是看经典光打坐修仪轨 那个是很安定的事情 这是一种内心的一种挣扎的过程 这个我们叫众生忍 叫法忍 最后你才能够如如不动的去背心 永不退转的去背心 所以这个叫前行大背心 然后你升起了这个圆满的动机以后 那我们在念的时候 非常的专注 虽然有很多麻烦 很多不方便 就像我去日本很多他们和尚 虽然很多人笑日本人和尚 吃肉结婚 有太太 有喝酒 他不是和尚 我说没关系 你这样讲 跟他们跪着念一堂课就好了 日本人只要跪在地上 在念的时候 动都不会动 痛不痛 痛得要死 因为那种两个脚要弄平膝 这样压着 屁股压在后跟上那种痛 你试试看 但是他们动都不会动 这就是日本人的精神吧 很让我们赞叹 但是至少在他那一刻 他们知道 虽然我们他是有结婚 有吃肉 喝酒 不一定 但是在那一刻 他这么样的专注 这就是八万在戒的精神一样 虽然我们平常很放逸 但是我们八万在戒的时候 我今天我在念佛的时候 我很认真 那各位现在至少抱着这个习惯 就是说平常你有你的生活 你的消遣仪式 但是当你在念心经的时候 就合掌很认真 波罗罗罗密多心经 而且会观修 这个为所有众生念 而且所有众生都在念 所有佛菩萨都在加持 都得到这个心经的加持 就像点一盏灯 上次十方诸佛 护法诸天 六道众生都有这一盏灯的光明 至少那半个钟头 或那十分钟 你很专注 这个叫振行空性 那这样圆满的修行 以这种搭配心跟空性修行的结果 这个叫杯子双蕴 不是哪一个法高 说我念楞严经比较高 你念心经比较低 我修无上仪轨比较高 你念阿弥陀佛比较低 有这种心态叫傲慢分别 叫法直 千万不能有这个心态 也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修密宗好像比汉传佛教高一点 所以我选择密宗 那你这个想法更是很奇怪 所以我告诉各位 如果一个上师对密宗认为比较好 汉传比较低 他就不具格了 如果一个汉传的法师 他不了解密宗而去批评 他也不具格成为一个法师 但是就算我们是修大乘佛教 但是对南传佛教的这种 为个人解脱 生起的骄傲 看不起 那他也不具格 为什么 佛陀是适应各种根系的人 你喜欢解脱我让你解脱 等你解脱 等会不究竟 然后才发起菩提心 这就是阿弥陀佛 愿所有罗汉托到我的净土来 他不会有分别的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大悲心就是佛心 那到底你是用佛心来看事情 还是用你自己的分别心 我们叫我执法执在看事情 那我认为各位如果你要去亲近一个老师 法师 上师 随便你 如果他有分别心 不要接近 因为你看不到究竟的佛法 你会走入他的框框里面 走入他的道场被你约束了 走入他的教派被约束 对你是浪费的 因为佛教不供于任何世间宗教 就是一切法必尽空 简单的一切法门必尽平等 看你怎么去看 那这一点一定要做到 千万你不要说 我就是喜欢念欧曼尼伯美 像我师父最厉害 他知道这个人喜欢念阿弥陀佛 他说你不要念佛 他就还属了 离开了 不要放我念什么 因为我说执着就是错 你执着这个法便你是毒药 因为你看不起别人的 所以我想佛陀所讲的 任何一个法门就叫方便 就像不生病的时候 不要拿香港脚 香港脚药来吃 任何的药 是在你起心动念的时候 或是众生的苦 你拿来用的 但是你不能把你的香港脚药 给人家去插头 任何的法门 它是一种方便 但是究竟没错 就是你符合空性悲心 那可以 你符合空性悲心 请问 我们昨天晚上在这边念阿弥陀佛 你们问一问 有没有很多祖先超度了 这个很简单 超度一点都不困难 阿弥陀佛的力量太大了 一念乃至十念 不得不往生者 我不取正觉 各位你不要怀疑这句话 千万不要把任何一个法门 宣扬得很艰难 然后变成一种 一种什么 特权 只有依靠我才可以 这个在佛教叫婆罗门 婆罗门就说 只有我可以 你们不行 我来修可以 我念有用 你们念没用 然后大乘是佛性平等 没有人不行 一个小朋友很虔诚 我经常很喜欢小朋友来参加 因为我每次来超度多太大 小朋友念大声一点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赶快去极乐世界 好好玩 他们就去了 因为小朋友跟小朋友很好玩 小朋友有这个快乐的信心 他来念阿弥陀佛 很多小朋友就跟他去了 所以我想 在这一点 修行不在于外表 也不在于你是哪一个宗教 修行是一个给人家一种 如童贞的这种善良的心 一种关爱的心 甚至一种对任何事情 对对错错都没分别的心 现在很多人比较麻烦 眼睛太利 心里太利 动不动 耿耿于怀对方的缺点 请告诉你 你已经没有悲心了 你已经没有悲心了 那你要马上回到你的题目来 如果我先生有外遇 我会怎么想 这个就是你要修的题目 如果我太太让我戴绿帽子 你在修 这个叫你有分别性叫妄念 那个时候你要强迫你自己接受 这个叫忍 忍到没有分别叫无声法忍 但是你首先要接受 我不应该恨 我要对他慈悲 你知道吗 过去是我不知道抛弃他多少次 骗他多少次 现在难得他骗我一次 还还在 你要用佛法来告诉你自己 这还是因果观而已 所以这样来生起惭愧 而不能去抱怨对方 指责对方 因为我去抱怨指责对方 我就失去悲心 很重要 生命可以死 慈悲心不能掉 各位你的生命要定好 给你几千亿美金 给你做皇帝 给你做大领导 但是你只要不慈悲就可以做 你要选择 因为如果你要受菩萨界 你真心想要发菩提心 我打成肉酱 我都不能打死我的背心 可以 但是我不会为现实利益而牺牲真理 自己要做一个决定 这样你来谈可以 所以就像我以前跟很多公司人合作 我都告诉他 我们合作做这个生意 但是我告诉你 你骗我 你怎么弄我 我都不会告你 这样而已 因为这是我的原则 我希望你跟我做事没有压力 但是你可以骗我 那时候讲的是什么 骗一次 我不会被你骗两次 所以别人说 这个十块钱 我都给他十二块 这是我的习惯 这个十块钱 OK 我给你十二块 希望你多用点心 照顾这个事情 谢谢 我永远这样做 所以因为讲到悲心 我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去思维这个道理 各位要去思维 那我这样说 要讲大悲心必须有 念一下 报恩的心 如果你没有报恩的心 你不能谈大悲心 所以阿底侠尊者讲的叫 你为了生起大悲心菩提心的因是什么叫 七支因果 念一下 念众生恩 念母恩 也就是说要把众生跟妈妈念在一起 叫念恩 错了 不是念恩 第一个来 知恩 首先你一定要知道 众生是对我们如父母的恩一样 叫知恩 第二个 念恩 所以你要去想的 妈妈对我们这些众生父母 都想到掉眼泪 第三个来 报恩 所以我们活着 就是要为了帮助众生而存在 各位这个就是受菩萨 菩萨界的基础 如果你没有这个心 你出家也没用 你受一百次菩萨界也没用 因为你没有报恩的心 所以念一下 知恩 念恩 报恩 有这个基本的精神 对任何众生 对你的仆人 对你的工人 对你的父母 如果你这个都没有了 那就不能谈佛法了 所以很多外国人很喜欢 meditation 修法 他爸爸妈妈生病 他不会去看的 你修法要干嘛 修法是修菩提心 不是修那个法 而产生一个技巧 一个骄傲 所以知恩 念恩 报恩以后 你才会生起一个佛教的心 念下来 慈心 所以我要让对方快乐 因为他是我的爸爸妈妈 没有一个众生不是 所以我要让他快乐 再来第五 起悲心 所以我不要他受一点点苦 我要让他离苦 起悲心 然后第六个才是佛教的一个愿 念下 起真上意乐 什么叫真上意乐 当你把小孩子生下来 你已经做决定 我要养他 养到我死 我要让他一辈子快乐 就像我们对妈妈也是这样 像我妈妈生病的时候 我跟我哥哥说 我哥哥 多少钱你都不要管 你只管一 这样就好了 因为对母亲是如此 我们家有四个兄弟 我们都有一点经济基础 但是我还讲一句话 如果三个兄弟都没人出钱 百分之一百我来 这是我的福报 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也给印尼的外劳 我要相信双倍的薪水 我跟他说 因为他是我妈妈 也是你妈妈 然后呢 我这样子 希望 我不是说用钱来巴结你 而是感恩你 这样而已 那这个起真上意乐就是说 你要把众生的苦 成为你生命活着的责任 各位你在老人院工作 你在顾问院工作 你在学校做幼儿园的老师 你在做医生 你是开车的人 司机 不管你是盖房子的人 你都说 这个房子 我一定要把你盖得非常踏实 让你们安全平安 这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帮你开车 我一定要平平安安帮你载 这是我的责任 这个叫真上意乐 不管你是做公务员 做警察 做医生 那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你要结婚 所以很多人跟我说 师傅要结婚 你要跟三宝发誓 从今天开始直至死亡 不要对不起你太太 你要发誓 这个就是活化婚礼 太太一样 你要忠于你的先生 照顾他的儿女 家庭 父母 金钱 对不对 你不要把他的钱拿去打麻将 Shopping 气死你老公 这是双方的责任 如果这个责任都负了 那你这个婚姻没有问题 这个叫真上意乐 所以我今天讲了那么多 各位现在要做一次私食 你要生起一个真上意乐 什么意思呢 既然我学会这个法门 不失食物给这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帮我供养神明 供养三宝 成为我